大家好,今天是9月21日星期四 下星期的今日就是期指结算 所以现在很多活动都会与期指的转仓产生关系 北水仍然是来的,所以又开始升上了 北水持续升,但价格又不升 因为还有一些资金流走 这些资金就是幻归老资金,或者是香港人的资金 但没问题的,走啦走啦走啦,拜些走啦 你越走都拜,越好世界我们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第一,大摩是认为A股好的 他建议是重配A股 第二,日本的三井 是日本的第三大金融机构 昨天被批准 被中国设立私募基金 你要想想想 大摩 为什么会在这些时刻 人人都会在这些时刻 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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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肯去建议重配A股呢? 三井 为什么在这些时刻 肯去设立私募基金呢? 你以为他的资金流人哪里啦? 当然是日资啦,不是你中资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都起来想想 开始可以捞便宜货啦 那人们每天都起来想捞便宜货 我们再来做香港佬中国佬的 都不夹着这两个财 所以不要太悲哀 好了,北水是继续这样起来啦 我们呢,对于现在国内很多的经济困难 是知道很多 知道很多 知道很多 因为香港的传媒 和世界的很多传媒 都在说嘛 中国有多困难嘛 又在内房要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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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债你还不到啊 在这里已经不止一次的 没问题的 这些债 最重要的债是借得大 你借一万元就你死啦 你借一百亿呢 就他死啦 很多人又说 哎呀 今天又有个债务谈判啦 不知道行不行啊 那我说 很久了很多了嘛 在这里都说了 好啊好啊好啊 你不答应啊 你不答应啊 你不答应我破产啦 我破产啦 我现在破产啦 我现在破产啦 我破产的时候 你死给我看啦 为什么你死给我看 那我立即去贪分资产 一元便贪分两毛钱 或者三毛钱 或者四毛钱 或者五毛钱 七毛钱 我不知道贪分多少 你喜欢便贪 还有拿些钱要贪分的时候 可能要搞成五六七八年 那你别了五六七八年 你不如给他搞搞 他到时候还给你啦 所以最重要呢 那些人呢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破产的经验少啊 不懂得什么叫破产 发达学啊 特朗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不知道好像破产六次 还是八次的 他越破产他越发达的 他就是用来用来用 我借你一元 还你六号 好过打劫啦 所以很多人就说 哎呀他又这个还不了 又不需要什么 又谈来谈 那你去到现在这么说 碧桂园谈了 所有的债子都谈了 是不是 恒大同样的 你这么聪明 那你就抓我去坐牢咯 香港的前债监呢 是要债主 支援 那个坐牢的债仔 火食 和医疗费用 那么厉害 那我就坐牢了 所以在这件事来说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小市民 很守法规的 觉得破产是很失眠子的事 就是有时候 在西方法例里面 破产其实是保护有钱人的 特朗普的例子就是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担心什么 那别人的蛋摩啊 三井都知道 破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吗 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借得少 你要借得大 因为债主怕债仔死 一定要养肥养活的债仔 去还债给债主的 很简单 还有第二件事呢 就是我们对国内很多 救经济的策略 认知太少 很多人认为 你放几十万亿下去吧 好像美国佬那样就可以了 对不起 中国佬在用的是 一成一策 一企业一策 逐个是按住来做的 你不要以为你中了新冠 都会吃同一种药 并不是 每人体质不同 每人体质不同 寒热有所分别 正后的是发展阶段不同 一直在用不同的药 才可以弱到病脆 不要和我全部都是做一样东西 都是在吃Panadol 都是在吃不知什么东东 不时 中国是在用一成一策 一企业一政策 来救市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李强 我认为李强是懂商业运作的 这一点我以前都说过 以后再看看 好吗 所以 起来方面 我们去看看 哎呀 还没说了 说了一些企业 不要啦 得得那么少 升得那么少 哇 死了死了死了 再跟着就有一样东西 再看一看 他说了 哎呀真的不好 就下来了 真是见到这个底 见底之后 那现在这里看不看穿底了 喏 这里呢 我们就这样看看这个 穿底是好的 不要不穿底 一定要穿底 这个底呢 这个底 在这里呢 最低是17575 这里 是17546 所以最低是这个位 那现在我们今天呢 见到最低是17633 好了 那大约还有这个是100点左右 其实我觉得 快点 跌吧 跌吧 跌穿它 跌穿它 跌穿才好 不跌穿呢 真是不好的 好了 原因要跌穿好 遲些先 跌穿再看看去到哪里先 然后再看看 技术数式指标 再说 好吗 所以现在这里 没问题 跌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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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坚必谈 不要乱斩起这里的价位 因为现在美国佬跟你 打金融战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尽早自己撤走资金 我不帮你翻 你这里呢 尽快沽它下来 再沽它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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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沽到它12000点的话 行了 你虧了 我捞底 所以 大摩和三井之所以 这样来 其实是有的原因 所以我为什么不像 大开中门 欢迎 那些是走资的人 继续走 你看看 那些北水是不走的 当然它什么时候再走 不知道 不过不走 至少累积是多的 是不是 再看看这件事 累积是多的 一直在这里累积的 市场一路跌下来 由八月开始跌下来 是不是 那真的没问题 这件事 嘿 真的 好了 那再跟着 看看 就是那个 板块不好 那跟着又跌了这么多 那跟着之后 始终这个大市 那样 那有什么股票 可以好好看啊 这样 留意一下一只 不多的 今天真的 留意不多 一个是中远海运国际